西雅图市政厅经过7比1的投票表决 通过了对所有含糖饮料 克征每盎司1.75每分的税 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运动饮料 能量饮料 几乎是除了无汤汽水以外 无所不包 业主认为这项克水会重击他们的生意 一个又一个的税 这将重创我们 小企业会没法存活下去了 支持这项克水案的人说 目前存在着大问题 本周的新闻报道 全球有三分之一人口过重 而且美国13%的孩童属于肥胖 让这项税收更合乎清理 公共卫生官员们记录文档显示这些饮料会害死人 所以通过克水试图降低摄取量 是一个民政言顺的公共政策举措 有些医生们也说 这项克水政策还不足以解决这项问题 含糖饮料对孩子而言是有害的产品 我们希望孩子们一点都不摘 这项税收的部分金额将会被用来改善 孩童们取得健康食物的机会 致力于降低公共卫生官员们 只称为疫情的全球肥胖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 易凯文报道